老天们可喜欢我的包五了 看 算不算 地表最强全能混动 suv 虽然是优八应该可以 但是那个 那个平位老百姓买不起 咱们这个就是最好的了 看到没 优点太多了 哎呀 看那个老王拆车 那个底盘整的老名位了 技术性可强了 我也不会说呀 前后双抬臂的DMO技术 用了就值得了 有很多人买车吧 不看技术 就看车外形帅不帅 帅 那个空间大不大 那是豪华 科技配置高 安全性 然后那个续航里程 燃油经济性 还加上一些特殊的配置 能把这些考虑的非常全面的 那已经是很懂车的了 就懂吗 能把这些都考虑很全面的 就已经很懂车了 一般人买车销压头啥 就看一个外形人 哎好看 那是好看 买了 还有人认为省油 他就买了 还有人认为 还有人被忽悠了 什么日系 什么那些省心 省油耐用 什么皮色 都扯不足的 其实一点都半点 然后那个 哎也买了 所以说能像我说的 考虑到外形帅 内饰豪华 科技配置高 空间大 安全性高 而且那个 那个续航还长 还省油 所有方方面面都具备的 那只有国产车比亚底 如果是还能兼顾硬派越野 还能混动 还能长续航 那只有方程报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 只有方程报 来看看 这个角度 帅不帅 车老辣老 实测老辣了 比普拉多高 你这奔驰大计 大号的奔驰大计 那个小号的 还没有那个高 那空间是巨大的 科技配置超高 早上参加婚礼去了 那是豪华 刚刚地 高扎一高 车门开的角度大小 咱试一下啊 不是我开这么大 开最大的角度 看看它啥呀 看到没 车门开一看了 再显示了 显示车门开了 还有一点 比较 看到没 谢谢观看